文化 快来快来快来 帮他帮他快点 扔他脚底下 扔他脚底下 帮他了帮他了 帮他了 快点 帮他了 二小姐 刚刚炖好的银耳羹 快来喝一碗 走开 行了行了 不玩了 快回家吃饭去吧 走喽 回家吃饭喽 走喽 吃吧 原来阿末是这样长大的 难怪她是那样的性子 只是当日在紫云台之上 战神亲自出手 她是如何逃了一级 又为何出现在凡前 她的魔音未消 天宫是否知晓 魔君是否知晓 若被人知道她在此处 怕是会引来大祸 我 好像 engel 张绝意 奥 过来 呀 一直在叫嚷 我不放心你就过来了 是吗 身上好酸 好像跟人打了一架 你瞧瞧你这一头的汗 你能看见了 能看见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醒过来 就能看见了 你 来 这是 什么 树 那个呢 桌子 还有 那 阿墨 那是大海 阿墨 你这么做会让我觉得我伤的是 脑子 难道不是脑子吗 那你突然好了就不会紧张吗 不紧张 我的眼睛康复了我应该高兴了 为什么要紧张 话虽这么说 但若不知因何而愈 便难知会不会再犯 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吃了什么 会不会是孙大夫的药 我 我就说他医术高明吧 你 你等着我再去煎两副 你巩固一下 阿墨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那个孙大夫的药 真的有效的话 怎么隔了那么久才有效果 那是因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你炖的海鱼虾米呢 会吗 会的 既然好了 那就是老天的恩德 是孙大夫的人心人数 我们要谢神 谢大夫 都谢 都谢 我要 我要喜数上宫了 你 一会儿我送你 我 我 秀大哥 你怎么来了 眼睛好了 出来逛逛 那你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下宫了 大娘 你眼睛好了 能看见我了 托您的福 我的眼睛好了 真好 得感谢上天保佑 得到庙里去还愿哪 怎么 他眼睛好了吗 我看看 好好好 太好了 老夫自己都想不到 我的医术能如此精湛 把你这样的疑难杂症都能治好 看看脉象 脉象相当平稳 不过我提醒你 眼睛刚好 不可过度使用 碰到强光不可直视 以免复发 多谢 在下谨记 好 明天我再给你开两份药吃一吃 巩固一下 有劳 我说啊 以后你别老跟人讲神 神在心中 心存善意自然好 但是你生了病 不是还得找医生吗 是是是是 神医 我这就给你开药方去 大娘 阿末在这儿的这些日子 全靠你照顾了 这些都是小事 阿末太招人喜欢了 我这有一个礼物 略表下心意 你一定得收下 不不不 这 这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你求大娘有事直接说得了 你送什么礼呀 我希望大娘今后 不要再给阿末相看亲事了 我看阿末孤身一人 该嫁人了 是啊 该嫁人了 阿末 关大娘 我先走了 走吧 我和关大娘说了 让他以后不要给你相亲了 大娘没说 你一个男子太多事了吗 不是多事 是我的事 以后你需要有人照顾